在不一樣的工作表上面做移動的話 前面講過你可以用SHITS的index 去指定 比如說我今天要指定現在是在東京 如果說要點大阪的話 那我當然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給SHITS 挖壺 比如說第幾個第2個 後面的話你可以點SLAT 或者書上面是用那個叫ATIVATE 不過我覺得SLAT好像比較好記 你這樣執行的話本來現在在東京的話 執行下去它就變切到大阪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的需求不是 因為我現在如果一直在執行按下一個按鈕 它還是會在大阪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希望就是說當我點了之後它一直往後面一個 一直往後面一個的話 寫法就是變成說我要用什麼 在工作表裡面你特別注意就是可以有一個 它的一個物件名稱叫做ACTIVE 然後後面加一個SHITS 就是現在呢 你到底 你現在優標是停在哪一個工作表 工作表點 點之後的話 你可以給它一個NAS NAS就會 就是會移動到下一個 那下一個後面的話 你可以在什麼SLAT 就是說你先NAS 後面加 就是 下一個 然後選取 下一個選取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的話呢 如果按下下一個NAS 如果假設我執行它的話你會發現它會跳到什麼 名古屋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我再執行一次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錯 為什麼 因為後面沒有了 那假如說我今天的希望 這個地方呢 下一個之後呢 它能夠 先判斷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先判斷一下 因為我要做 換下一個之前 我要先確定什麼 確定 現在的位置 它是不是已經是最後一個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它是已經在最後一個 所以這裡的話 我要先判斷一下 if什麼呢 if 我現在的 sheets 那我現在的sheets 怎麼表示呢 其實也是一樣 active 現在在哪一個工作表 sheets activesheets 後面的話加一個 點index 點index 取得什麼 現在 我的 游標放在哪一個 哪一個 第幾個就對了 所以如果說現在的話 應該是第3個 那第3個如果說呢 它剛好 等於 或者是說 等於 假設我今天 等於什麼 等於 剛好最後一個的話 那就是sheets 什麼 sheets.com 對不對 sheets 點 這邊點下去其實會出現 sheets.com ok 如果呢 sheets.com的話呢 當然有幾種做法 你可以先跳出 一個什麼呢 一個訊號 訊息跟他講說 azend ok then 怎麼樣 然後else 反之 and if ok 如果說呢 他已經是在最後一個的話 那你可以給他一個訊息 message box msg box 你可以跟他講說 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那就跳離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可以幫他跳到第1個都可以 給他一個訊息 給他一個訊息 ok 然後 l 10的話呢 才去做什麼 才去做移動的動作 不然的話會產生錯誤 ok 好 這樣完成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再來的話把 這個 現在的那個 游標放回東京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再切回到 VBA 切回VBA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按D 假設我有一個按鈕 這樣也可以增壓一個按鈕 按下一個 執行 有沒有大阪 明古屋 再按一下 已經是最後工作表了 我跟他確定 這個是第1種 但是有沒有去移動 當然沒有 所以如果說 如果假如說你除了給他訊息之外 你也要很貼心的 幫他移動到第1個的話 那怎麼做呢 幫他移過去 很簡單嘛 就是 加上什麼 Shit 怎麼樣呢 Shit 刮戶 1 然後要怎樣 點 slate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把游標怎麼樣 把他移到那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移到最後面去之後的話 他又跳回第1個 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已經是最後一個 但是呢 除了最後個之外 他還可以移到第1個 所以你再移 頂多是跳個 但是他還是很好心的 移回到第1個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 這工作表有沒有 在 不過 將來當按鈕 你如果放在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這個工作表都不對 所以你可以放在哪裡 可以放在上面 或者你可能 需要一個表單 表單上面按鈕 你可以把表單 扶在上面 讓他可以 怎麼樣 去點選那個按鈕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除了說 有下一個之外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插入一個程序 叫上一個 一般的話 比如說我們應該上一個下一個嗎 可以 可以 有沒有 可以下一個 有沒有辦法 倒 倒車 回頭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兩個按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有NAS 另外有一個就是 叫 叫 PRI PRI PRIOS 就是 PRI PRIOS 就是前一個 NAS PRIOS 就是有前有後 這樣的話 那再來你可以再增加兩個按鈕 就可以上一頁下一頁完成 呢